现在流感或者是感冒非常肆虐 那么吃退烧药的话要特别注意了 在高雄有一位30岁的小朋友 可能是退烧了 家长还是持续让他服用退烧药 造成他小小年纪就出现了胃出血的症状 那么医生说呢 这其实不是常见的 但是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对胃是有相当大的刺激性 人人戴口罩自围 B型流感来势汹汹 发烧是其中一项症状 高雄有一位3岁的小朋友出现发烧 连日吃退烧药 却出现了脸色苍白 走不动也站不稳 粪便的颜色更呈现黑色 医生诊断 男同事上肠胃到出血 被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呢 它本身对胃有刺激的效果 有的时候会造成胃的 黏膜的一点伤害 那如果这个人本身有慢性胃病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胃出血 医生表示 儿童吃退烧药 造成胃出血 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 只是服用退烧药 有几项原则要注意 有些家长会在吃药当中 又烧起来又给它加量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这时候可能要用塞剂 其他项 同一时间使用单一一种退烧药 不要使用两种以上的副方 退烧满24小时就停药 而且小板功能不好的人 建议用普拿藤来代替 现在B型流感看诊人数有增无减 高峰期可能会落在农历年期间 OK 谢谢大家